大家好,我是文明,中国有个所谓的智库啊,叫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啊,然后他呢,这个交流中心有一个所谓的总经济师啊,他的名字叫陈文玲啊,是一位女士啊,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印象啊,就是这个总经济师陈文玲啊,他在去年啊,有一番言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有关于台湾和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言论啊,我再简单给大家念一下,大家听一听啊,他去年他说什么,他去年说,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,特别是进行产业链,公用链从购方面,一定要将 台积电,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,抢到中国手里,然后呢,台积电正加快向美国转移,要在美国建立六个厂,我们绝对也不能让他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啊,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,尤其他这,这段话当中说,一定要将台积电,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,抢到中国手里,就我看到了这番话以后,我真的就是很无语啊,就感觉怎么能这么,还这么无耻呢,对吧,我不想说这样话,因为这是一位女士嘛,年纪才很大了,其实我这么形容,其实我心里 也不舒服,但是,你这话怎么,什么叫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,怎么就本来属于中国企业,台积电,一砖一瓦,有你中共,有你中国的功劳吗,对吧,你出了一点汗了吗,对不对,是不是,怎么就本来属于中国企业,还要抢到中国的手里,你就把中共的这个本质的暴露无遗了吗,对不对,那抢,对不对,那是什么行为啊,是不是,而且这话本身就很矛盾嘛,如果是本来属于中国的, 为啥要抢呢,是不是,这就是中国这些专家的这个水平,就这么一个状况了,对不对,然后,这个人呢,就好像慢慢就淡出大家的视线,大家可能就想不起来了,然后就是这两天,他又出来说话了,又说了一段话,哎呀,我看了以后,我真的是,我真是服了,中共的这些专家,我真是彻底,他说什么话,他这么说的,我简单给他念一下,他说,按照贝克尔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说,子女也是消费品, 子女是长周期的消费品,是可以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,耐用消费品啊,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,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,他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,对吧,哎呀,我一看了这话,真的,我就是觉得,这说的都是什么呀,对不对,就讲过孩子的人,大家都知道,你自己看待自己的子女,不论是女儿还是儿子,那,怎么能用消费, 品来行,还是什么耐用消费品,对吧,大家在心目当中,对吧,看自己的子女,对吧,那都是最珍贵的呀,是不是,那怎么能跟消费品联系在一起呢,是不是,我们对子女期盼,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,对吧,道德的成长,长大以后能给父母一些回报,当然我们很高兴,没有的话,我们也不图这个,对不对,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生活好嘛,对吧,哪有说父母说,养孩子一看,哦,这是消费品啊, 然后我们要把它长大以后,我们要,那你,那你,咱说句不好听,那跟养猪,跟养牛,养羊,那有什么区别啊,是不是,你这不是在玷污人和人,就父母与子女这种关系吗,而我就是这么觉得,对不对,你话不能这么讲啊,是不是,而且在中国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,对吧,你去,你先养孩子多不容易啊, 是吧,那怎么能,是什么耐用消费品能够涵盖在中国内,你为了孩子的安全,为了孩子能够道德的成长,对吧,各个方面,做父母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,那真是淡尽节律,那真是,用尽自己的这个努力啊,在养孩子,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,是吧,你说在中国这个社会,现在很多感情都淡薄了,什么朋友啊,亲戚啊,对不对,甚至夫妻之间,感情都很不稳定,甚至子女对父母都没有那么深的感情,唯一,在中国社会还存在的这个真情, 实实在在的真情,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这个情感,然后你今天拿着来说,你说他是什么耐用消费品,哎呀,真是,我是真的是挺不理解啊,中国的这些这个专家,而且就是,再缓反过来讲,有些那孩子长大了以后,真的是,不让父母省心啊,对不对,你现在消费他,他不消费你就不错了,不肯你老子就不错了,是不是这样,这咱把话说过来讲啊,是这样的一个情况,总之吧,你就看中国的这些专家啊,就是我一想,我一直 包什么外交部那些战狼,我一瞅,哎呦,就这些人整天围在习近平旁边,习近平的不加速,就怪了,不烂尾就怪了,就这么一个情况,对吧,他这里面是什么总经济史,你看,这名字跟习近平总加速史的,这都很像,就这样,但是吧,这个人说的话,你再反过来仔细再琢磨琢磨,他其实并不是站在父母的角度,说这个话,你站在父母是绝对不会把自己孩子当成消费品的,你知道吧,他应该是站在中共的角度在说话,你在中国政府中共的角度,你理解他这个话好像,哎,真的很贴切, 那中共,他确实是把老百姓家的孩子当做消费品的,当做人矿,当做这个,就说韭菜,是不是,那是从这个成年18岁一直消费到60岁,那真是长时间的耐用消费品的,那很多人,你看,就是生活的相当相当的这个艰辛的,就是付出那么大的努力,一天付出那么大努力,才能赚取那么大的这个,很少很少的这个金钱,那背后就是在有人盘剥嘛,这大家都是这个知道的,我来大家看,我记得, 有一个视频吗,就那人讲,就一个起手,外面起手,累的都不行,他说,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,就就,但是是这么个意思,你知道吗,非常非常不容易,所以说,这个所谓的专家,他站在中共的角度讲这个话,其实是很贴切的,其实是让大家生孩子,给中共制造这个耐用消费品,对吧,当然我这里面不是说,劝说大家不要生孩子,你有那个愿望,你有那个能力,你该生生你的,这个不是我想说的,只不过,我是在反复, 这个专家,他这个很荒谬的,这样的一种言论,那么他今天出来讲这个话呢,我们就可以看出,现在整个这个北京啊,中国任务真是着急了,非常非常着急,现在整个这个出生率越来越低,越来越低,今年应该我们可以看到,会更加低,对不对,因为今年,从一方面,整个这个经济形势,还要我多说吗,整个这个经济形势,下滑到什么程度,失业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,对不对,很多人连自己的饭碗都端不住,自己饭都吃饱,他拿什么去养孩子,拿什么去生孩子,拿什么去生孩子,拿什么, 去生二胎,生三胎,没有,这可能已经太少,太少了,这个整个这个出生率,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降低,这已经让中共已经非常这个揪心了,对吧,一直强调消费嘛,对吧,孩子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发动机,这是我一直来的一个观点,由了孩子以后,对吧,孩子如果减少的话,那很多这个就是什么,妇产科,就是妇产科啊,包括很多的这个儿童医院啊,对不对,等等这些,慢慢慢慢可能就消失了, 再比如说孩子需要的什么奶粉啊,尿不湿啊,包括那儿童,应用手商店里面的那些,所有的那些产品,对不对,它背后都是一些工厂啊,是不是,等等这些东西,可能就慢慢就全都,这个企业就慢慢就全都完了,对不对,等等这些事情啊,然后你再往后,就是这个小,托儿所,幼稚园,是不是,这些幼稚园也要慢慢,现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,这个倒闭潮, 这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,从最根本上一点一点,快速的这个起来,然后再往后就是什么呢,就是这个小学,小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倒闭的情况了,然后就中学,对不对,然后整体这个对消费的影响,冲击太大了,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,你就包括我吧,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享受一点,就是什么呢,就是和我的孩子,去在外面吃饭,就哪怕吃很简单的,就是汉堡包,哎呀,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,对不对,就是我也不吃太多,我就看着孩子吃,我也很高兴, 就看他吃的很香,他还是不是说,哎呀,他说爸爸这个真好吃啊,对吧,就是,你就很享受这个过程,你知道吗,你要让我自己吃,哪怕吃山珍海味,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,对不对,你吃山珍海味,和你在家就是吃一碗炸酱面,其实我觉得差别也不大,不是很大,但是你带着孩子出去吃,那可就不一样了,对吧,就是你看着孩子吃这个,你就觉得,哎呀,特别的勾引,特别的兴,他其实就是背后的一种力量在驱动你消费嘛,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概念,孩子,他就是整个这个消费的这个发动机, 但是现在孩子越来越少的话,他整个就导致这个整体的消费的大幅度的这个下降,这个是让北京非常非常担心,让中共非常非常害怕的这个事情,所以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所谓的什么专家出来这么讲,那你说你找一个有水平的专家出来讲,对不对,可能还能让一些年轻人产生这个生孩子想法,对吧,你今天让这样的所谓的专家出来说这番话,什么耐用消费品,那你说年轻人听了以后什么想法, 他本来可能有生的想法,还要二台三台一听,你就把我孩子当成耐用消费品了,对吧,那我生孩子生下来不就是要吃苦受罪吗,给你们中共当人矿,当韭菜了吗,对不对,算了,我就不生了,对不对,你这话不说好,你一说出来,把人家年轻人更反感,更不生孩子了,对吧,这就是朝中无人了,习近平整天围在神经病身边的人,就是一群酒囊饭袋,就是一群饭桶,对不对,废物在这边,就帮他一起加速, 这就是中共不断走向末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,好,这就说这么多,咱们下次再见,谢谢大家